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位曾经在我们学校留学的印度尼西亚同学给我来信说 老师 今晚的月亮很美 老师也在看月亮吧 看着月亮 我就想到了老师给我们讲的关于月亮的诗词 和诗词表达的中国人的情感 是的 月亮是中国古代诗词中最重要的意象之一 中国人喜欢写月亮 画月亮 唱月亮 用月亮表达自己的情感 有一首中文歌很多人都会唱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几分 你去想一想 你去看一看 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代表着什么 我们看一看古人是怎么写月亮的 月亮代表着中国人对亲情 友情和团圆的向往 月亮寄托乡愁 古代人远行 纪律他乡 常常思念家人 思念家乡 渴望团圆 李白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杜甫 路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 张继 月落乌堤霜满天 江风雨火对绸眠 张九龄 海上升明月 天涯共此时 情人愿摇曳 静兮 起相思 范中烟 明月楼高 修独矣 久入愁长 化作相思泪 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 花式灯如皱 月上柳梢头 人曰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 月雨灯依旧 不见去年人 泪是春山秀 王安时 春风又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 赵我还 心气极豪迈 若得长远如此夜 人情未必看成别 把从前离恨总成欢 归时说 月亮象征有人 高远 却与人相伴 未借心灵 李白多次写月亮的相伴 人攀明月不可得 月行却与人相随 牧从碧山下 山月随 花间一壶酒 独着无相亲 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王维坐在山里弹琴 松风吹解带 山月照弹琴 夜深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杜甫给朋友写信 几时杯重把 昨夜月同行 刘长青思念有人 白云千里万里 明月前夕后夕 孟浩然等待朋友 松月 生夜凉 风泉满清听 在孤独的旅途中 孟浩然写月亮的慰藉 一周薄烟煮 日暮客愁心 也旷天低树 江青月尽人 月亮意味着谦让 中和 是谦谦君子 温文尔雅的形象 观察月亮的阴晴圆缺 古代中国人看到了自然的规律 周易中说 悲满则易 月盈则亏 道德经中说 悟或损之而易 或易之而损 战国策 秦策中说 日中则宜 月满则亏 悟胜则衰 一切事物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 物极必反 只有顺其自然 才能和谐发展 所以人生不必在意 成功和失败 胜不骄 败不哪 宽容忍让 谦和恭敬 含须深沉 淡泊宁静 白居易 独出前门 望野田 月明 桥迈 花如雪 桃渊明 众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西 晨兴李荒惠 带月何除归 月亮代表着中国人的审美 月亮高高地悬在天上 距离产生了美 也引发了古人对宇宙和人生的思考 李白月夜畅饮 举着酒杯 与月亮对话 青天有月来几时 我今亭碑一问之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 共看明月皆如此 张若须 站在春天的江边看月 在春 江 花 月夜的凉尘美景中 他感慨 江畔何人初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 苏氏在中秋节思念兄弟 饮酒大醉 望月星探 明月几时有 拔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光阙 今夕是何年 从月亮想到人生 苏氏很达观 他说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缠绝 思考宇宙的永恒 在永恒的时空中 人获得了愉悦和超脱 月亮是永恒的存在 虽然有阴晴圆缺 但是周而复始 月亮的阴晴圆缺 犹如人的死而复生 人对永恒 长生不死的心理需求 以隐秘的方式融入神话传说 融入日常生活 人们以各种形式表达 长生不老 健康长寿 多子多孙的心愿 天气晴朗的时候 我们能看到月亮中 朦胧的阴影 看到这些阴影 古代中国人产生了丰富的想象 创造了与月亮有关的神话故事 比如 嫦娥奔月 无缸乏跪 玉兔倒药 这些故事和故事中的形象 都隐含着不死 永生的祈愿 月亮高洁 纯美 柔情 平和 月亮的美是含蓄的 朦胧的 是要沉入自然 用心感受的 月亮寄托着中国人 对美好世界的梦想 谢灵韵 野矿沙暗静 天高秋月明 杜甫 星垂平野阔 月涌大江流 于梁史 菊水月在首 弄花香满衣 王维 明月松坚照 清泉石上流 林布 书影横斜 水清浅 暗香浮动 月黄昏 中文有很多与月亮有关的诗文 词语 如果你能看出中国人寄托于月亮的情感 你对中国文化 对汉语的表达就会多一些理解 几百年上千年以前的古人写的诗词 你也能看得懂并且获得美的享受 李白 小时不识月 呼作白玉盘 甲岛 鸟速池边树 声敲月下门 归有光 三五之夜 明月半墙 归影斑驳 风仪影动 山山可爱 此时此刻 可爱的月亮静静地陪伴着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清风我们共享 明月我们共赏 祝愿世界平安 美好 祝大家生活幸福